We're excited to launch the world's best processor for thin and light laptops, our 11th Gen Intel Core Processor. It's the best processor on the market, and it certainly rises above all the imitators. Intel执行长副总裁在荧幕前骄傲秀出自家代号为Tiger Lake的第11代笔电处理器, 采用10奈米SuperFin制程还内建自行研发的Intel Iris 6e绘图晶片, 为轻薄高效能笔电量身打造,强调比竞争对手产品功耗更低,运算速度更快, 要重申笔电霸主地位。 Tiger Lake标榜是全球最强轻薄笔电处理器, 而Intel也表示,目前包括宏基、华硕、维星、戴尔、惠普、联想和三星等各大OEM厂, 共超过150款搭载Tiger Lake的终端产品正在开发当中。 虽然Intel目前依然是最大的CPU及伺服器制造商, 但受到晶片制程延迟的连带影响,市占率开始被超为侵蚀。 在2017年的时候,Intel CPU的市占达92%,超为仅7%, 但今年上半年,Intel的市占却只剩80%,超为一近20%。 而这次Intel以10奈米晶片打造全新CPU强势回归, 就是企图扳回一城。 Intel其实也感受到来自于超为的一个竞争压力, 那么所以Intel呢,他就决定推出了一个应期的计划, 也就是说未来除了部分的一个产品会在自家的晶圆厂生产以外, 那么其他将会尾由台积电来进行代工。 Intel部分产品预计从2021年到2022年将交由台积电6奈米代工生产, 传出以下单台积电明年规划年产能多达18万片, 毕竟超为的年产能逾20万片, 不过超为也不愿落后, 反手加码台积电未来在5奈米的制成。 虽然台积电从不评论个别客户相关投产与订单, 但两大处理系业者在之后的竞争势必更为激烈, 也让台积电持续稳居全球半导体市值龙头宝座。